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全議派代表 還有夫人 全正直女士 林家隆秘書長 郭立雄秘書長 林高倩部長 各位貴賓 各位同仁 大家好 四年前 全議派代表就任查會的時候 他曾經說 日本和臺灣是心與心相沿的真正朋友 過去四年 臺灣和日本不僅僅僅僅相沿 我們臺灣更多了全代表 這位誠心誠意的真正朋友 剛剛我也代表臺灣人民頒贈全代表大受錦心勳章 除了彰顯全代表對臺日關係的卓越貢獻 也要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感謝 這四年來 在全代表的協助下 臺灣和日本相互扶持 共同度過疫情的挑戰 臺灣和日本也簽署了十項重要的合作協定 涵蓋交通 環境 司法 以及慶免等面向 讓臺日之間的交流 越來越多元和緊密 我們看到 在去年 日本已經成為臺灣農產的第二大出口國 這兩年來 日臺交流協會和文總共同舉辦臺日水果夏季 不但非常受歡迎 也持續為雙方的農民產品擴取外燒通過 我要感謝全代表用心舉辦活動 深化連結 促進臺日共榮共好 在全代表的支持下 臺灣和日本也透過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 在公共衛生 能源安全以及災害防救等議題 擴達合作領域 強化夥伴關係 維護這四年 臺灣和日本已經向世界證明 共享民主 自由 價值的夥伴 不僅可以攜手面對青春性的挑戰 更可以創造善的循環 為區域的繁榮發展 做出獻獻 我們也不會忘記 全代表曾經形容臺日關係 就如春光此寒 是無法取代的夥伴 也曾經在日臺交流協會的臉書上表達 日本一直在臺灣身邊 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 我還記得 全代表是在2019年 也是日本的令和元年來臺底任 當時我向全代表表達 歡迎他在日本進入新時代的這一年來到臺灣 也期盼跟他一起為臺日關係持續開創新的旅程碑 現在我要說 全代表不僅為臺日關係開創新的旅程碑 也在臺日友好的種子上心情灌溉 漲出豐碩的果實 我相信 由於果實甘甜的滋味 會一直留在臺日人民的心中 同樣的 我們也希望全代表 一直在臺灣身邊 把臺灣當作第二個家 歡迎你 常常回來 未來 在不同的崗位上 我們一起繼續為臺日關係來努力 謝謝